雖然沒有在新北市 發布海戰跟陸上台風情報 但是我們仍然受到 台風外圍環流的一些影響 新北市長侯友宜 台風天坐鎮不敢大意 雖然台風沒有為新北市 帶來風暴 不過黨主席朱立倫 拋出的執政大聯盟 卻帶來黨內的茶壺風暴 年初到現在 這半年多已經講了非常多次 也跟後市長也討論過很多次 除了團結國民黨 我們更重要的是要結合 所有在野的力量 我們溝通完全沒有問題 我們隨時都有保持密切的電話 或者是見面 強調隨時保持溝通 但是不是要跟侯金兩人來會面 沒有正面回應 而金普聰上任以來 頻頻炮打自家人 讓藍營黨內出現 不能說的肅殺氛圍 說不定我也是要被安內的 其中一個人 殺每一個小妻 也等於是在殺母雞 那也有一點 這叫自殺式的攻擊 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團結 我們不要再殺小雞 小雞們向黨中央以及侯伴喊話 必須趕快整合 否則破口不斷籌內 將影響侯友宜2024的選情 這就是在堆疊善意 最後就會水到渠成 所以藍白之間 或者是在野之間 本來就是應該這樣子 不斷的努力最後達到共同目標 執政大聯盟還要繼續努力 不過黨中央跟侯伴 得趕快找到統一共識 否則中央地方不同調 恐怕藍營上下將繼續內耗 環宇新聞 周辰慧揚紫玉 台北報導 最具爆點的正式內幕 攸關荷包的財經動態 解析社會萬象 探討國際大事 周一到周五 晚間十點請鎖定 環宇一把抓 全市民正確的 開始 我